小婆儿看 咦 大梨 那这又怎么说 压力酸的 那你吃吃看好不好吃 这梨不嫩啊 我这口西班牙都咬碎了 那我来吃吃看 这梨很脆很甜啊 你怎么又吃了 你的西班牙不是碎了吗 我嘴里还有葡萄牙呢 今天教大家如何捕捉一只属于自己的松鼠 首先你得有一个西瓜 悄悄地把它推出被窝外 然后安静地等待 当小松鼠靠近的时候就 可以和它一起吃西瓜了 小婆儿快出来 把比要倒瓜子了 你倒呗 我就在这不动了 瓜子砸在身上你不痛吗 我 我皮厚 真是拿你没办法 你再不出来我就盖盒子了 就不出来 盒子盖起来了 你不用呼吸的吗 我倒要看看你能憋多久 我抬一下头就能呼吸 哎 真是拿你没办法 你给我出来 我不 我还要接着吃呢 你等着 我喘一口气 憋一个大招 拿来吧你 控鹤情龙手 给我乖乖地回笼子里去 哎呦妈呀 一时不注意被你抓住了 呦呼 爹地 我们掏耳朵好不好呀 不好 爹地不想掏 嗯 爹地 就掏一下下嘛 哎 真是怕了你了 好 我们就来掏 快上来宝宝 哦 掏耳朵了 不要动啊宝贝 舒不舒服呀 嗯 可舒服了 呦 吃个瓜子 嗯 爹地你哪里来的瓜子 在你耳朵里掏出来的呀 啊 呦呼 开锁成功 宝贝 起床吃夜宵了 我们今天 随无个番茄 嗯 是不是不方便 芭比帮你开个口 喏 现在吃起来就方便多了呀 我从冰箱里拿出来 特地在手心温了五分钟 所以一点都不了 嗯 宝贝你出来吃了 慢慢地不要着急 小口小口才好消化 吃完了我们就去睡觉觉咯 早睡早起的孩子 身体半棒吃麻麻香 来 小尾巴收进去 你上锁 晚安 呦呼 小婆儿 看我这里有一节花生米 我把它放进盒子里面 变成两节了 爹地 你这是骗小孩的玩意儿 那如果我们把两节的花生米 变成三节呢 嗯 这就看起来有点意思了 别着急 我要把三节的花生变成四节 这不可能 呦 你别走啊 过来看仔细了 这是几节的花生 我可得把这花生赶紧吃了 说不定能找个了 呦呼 咦 爹地盖子没盖好我呀 咳咳咳 改装没听到 好吧 算了再磕它就废牢了 啊哈 现在爹地睡着了 我速度可得快一点了 啊哦 鼠张并货 爹地 孩子就只是饿了吗 那好吧 爹地给你加餐 大松塔 喜不喜欢 喜欢是喜欢 但是爹地你这份爱都快让我闯上去了 呦呼